开学日在即,金门家福中心为协助家福中心所辅助的18位大学新鲜人 日前由中心扶幼主委杨素谦,副主委许燕辉,陈妈爱代表家福中心, 致赠助学金,协助学童们解决赴台生活开销, 让孩子们能进入大学的殿堂,展开逐梦路程 中心扶幼主委许燕辉,陈妈爱代表家福中心 这样的交通心是我们的老头厨,会给你们大厨的赞助 所以,我们在学校在学校文艺读书 每天晚上,每天跟同天,跟父母亲 联络一下在台湾情形怎么样,让这个案情被不控制 今年家福中心高中生受助学童 有8名考上国立大学,10名考上私立大学 其中15名将到台湾的学校就读 3名留在金门大学就读 此次由家福中心暂现电发颁发出去的奖助学金 共计新台币99万元 今年的高中职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新生的奖学金的颁发 那我们这一次高中职总共有22个毕业 那有18个人考上大学 那今天就是这位这18个人来颁发奖学金 那我们这一次的毕业生的录取率大概80%以上 那每一个人都是有各种不同的科系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包括到台湾就学的 因为他还要租房子还要吃饭 三餐不能在家里吃 所以他的我们办法奖学就是每一个人6万元 那留在金门国立大学的 因为他可以住家里吃饭 那我们每一个人帮花3万元 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依实际需求 因为我们这次的募款 今天总共花出99万 但是目前我们只有募到30几万 但是为了安定我们这些家长儿童的内心 所以我们今天先电发 先把他发出去 让他们可以先去注册 那所以这些学生们都是很努力的 我们希望说没有一个落对措学的 那希望我们考到大学完全他们的志愿 那在长大以后也可以回会我们的乡亲 回会我们的基本地区这样 此次讲助学金筹措严重不足 但家福中心本着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决心 让每一位有能力考上大学的学童们 都能顺利进入学校就读 也呼吁善心人士及地方相亲 能慷慨解囊 用爱心善款协助这群家福学童 而让我们的质量